我们这一节继续探索对logo模板的修改 这边我继续加载我在这一节的最后的一个项目 这边我们看到如果你有样片的话 也把样片先预览一下 这边EP的话我还是双击加载一下 新旧版本的提示确定 相信我们已经替换过这么多logo的片头了 这个片头应该也不在话下 那这边我们可以看一下 上来就先给出了一些文字的合成 我们看到这边也给了一个logo 然后一个渲染 随便我们先看一下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模板 即使你通过这个预览图 不能到合成 我们在预览图就可以快速定位logo 大致出现的位置 我们通过观看发现logo应该是后边 然后还是要修改一个文字 大致就是修改两个内容 回到我们这个合成 那假设我们不知道logo在哪里 然后你去找的话 还是先看一下项目 通常有一些文件夹 那这个SS我们都知道了 它是素材 这边可以看到中间有这些图片 包括这个视频 那这个 那这个 PRE COMP 也就是 PRECOMPS 这个也是合成 预合成 那这边呢 应该放的都是 跟我们这个项目相关的合成 我们通过图标也能看出来 然后下边 SOLID 这个是 所有用到的纯色 那第一个目录我们没见过 这个HOLDERS 看一下放的是什么 它这边我们放的是 logo 然后是文字 所以我们这边直接就看到了 它把这个 两个要替换的内容放在了这里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然后我们怎么样去找 比如你找到了 主要的这个合成 在外边 加载了一下 或者是在这个 COMPS的中间 可以通过去观察 我们通过点击也可以看到 这个 MAIN MAINCOMP 这个就是主要合成 其他的合成 那你也可以双击去看 那我们一看 这个就不是主要合成 这个杂色也不是 那这个肯定也不是 那这个烟雾呢 我们看到 肯定也不是 然后下边有一个文字的 那这个也不是主要合成 所以所有的合成 你都点一遍的话 你也能找到 那这个我们看到 图层最多 肯定是它了 那怎么样找logo 我们刚才看过预览 我们知道logo在接近最后的地方 所以我们直接拖到后边 找到这个logo 但是图层特别的多 怎么确定logo是哪一层 我们就看一下 图层上有没有跟logo相关的这个图层 一般来说它都会有明确的提示 你可以去尝试搜一下logo 可能我们会看到 关于logo的提示 也可能看不到 那这边我们看到 在搜出来的八个图层中 有一个跟logo相关 因为图层太多了 如果你一个一个的去找 我们也能看到这个图层 那我们看到在这个地方 我们双击进入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logo 通常模板都不会特别的困难 那这样我们找到logo之后 隐藏一下 然后还是把自己的logo置入一下 这边作为测试 我还是拖一个透明的logo进去 然后回到我前面的合成 那我们看到logo替换完成 同时下边还有个文字 文字层的话 通过这一堆图层 你可以去观察 通常文字呢会是 P字图标的这个图层 也有可能模板中将它预合成了 我们没有找到 那我们再往后一点 那这个文字不会动 内容呢不会消失 我们可以再往后一点 那基本上定型了 那这个时候就出现了 寻找比较困难的一个阶段 那我们就要去观察图层 这些图标我们看到 都是视频层 这个是合成 但是通过观察 我们双击进入看一下 这个是一个视频 它不是 然后我们再回到前边的合成 那这边继续观察 那这边 这些图层呢 我们看到都是视频层 它不是 然后我们继续往上 可以看一下 这些纯色层 相机层 那这边 这个logo我们知道了 然后上边有一个 预合层 这样的一个合成 我们看一下 那这个还是对logo的一个控制 所以不是 继续往上 那这个是一个杂色的图层 这个也不是 然后我们继续往上 视频层 然后是纯色调整图层 那么就剩最上面两个图层了 我们看到这两个有text的标志 text 那这个可能是文字 我们就双击看一下 那我们找到了这个文字 我们将它隐藏一下 回到你主要的合成 那跳到后边 文字消失了 那第一个层也有text 我们也看一下 那这个应该是刚才 合成的一个嵌套 这边我们在 有眼睛的图层上双击 那这个是一个视频 这个是我们的文字层 那它已经被我们进行了关闭 所以我们已经彻底将这个合成 做了修改 做了一个完整的嵌套 让我们可以拖动 观察它的这个演变 动画完成之后 这边开始出现我们这个logo 直到所有的logo 完全显示出来 通过这个模板的修改 我们也看到 在logo一系列的修改中 最主要的logo呢 还是以logo命名的图层 那么文字呢 有可能是这种 直接这种t 我们看一下这种t的图层 或者是这种txt 代表文本这个意思的图层 那我们掌握了这些技巧之后 再通过我们前边的学习 相信我们对这个logo图层的一些替换 已经不是太大的问题了 那我们再出现 我可以拖住 可以拖住